圣德高僧们 对提问答案的纲要 第一道纲要 莫知尊者亲自答复对他的六个提问 一 他不是大圣德地位 二 他没有正道经扣三段道行 没有正道不退地菩萨 三 他为弟子灌不了内密鼎 但能做戒灌内密鼎 四 他不收弟子 五 千年难见的真佛法现前 录像带中 修灼火烧伤高僧大德们 是他用的功夫 六 当天是有一个活佛名称的凡夫 怕烧伤丢脸 吓得不敢入场 第二道纲要 灌内密鼎 必须通过两个关 缺一关都不可 灌顶师同意 只是过了第一关 可是一当对内密灌顶师 有疑心或说假话 就犯根本戒了 佛菩萨本尊就不同意通过第二关 为你灌顶传法 哪怕就是勉强灌了顶 也不会有任何受用 第三道纲要 内密灌顶的作用 是请佛菩萨来谈场 接收弟子 必须是非常虔诚 并为佛形事业 做了真实贡献的人 才能合格受惯 如果是尽了最虔诚供养聚圣德 则可受到本尊法源 一品灌顶 或至宝甘露灭障 在十二小时之内 亲见虚空佛菩萨 学到至高大法 当下转凡成圣 并取出一名大家见到的实证例子 详见第三道答案的全文内容 第四道纲要 指出这世界上最好的修行修法 百分之百是南谋第三世 多结羌佛说的修行和修法 如解脱大手印的行和法 学羌佛的法 已经度脱的 有名有姓的高僧大德很多 无人能比 这就是对你的成就解脱的保证 第五道纲要 表明了南谋第三世 多结羌佛的观点 是各宗各派停等 各有所设 重点是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依教行持 有了大悲善业本质 才能学到大佛法 快捷成就 但圣德们 为什么强调内密的法规 为了行人们 防止邪师骗子 这是一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 唯一只有内密灌顶 才能让佛弟子 及时与佛菩萨本尊通达 如果是进行圣因种子灌顶 当下见虚空佛菩萨 并从此随时能进入圣进世界 第六道 纲要 凡事如来正法门中 都会出现叛徒 因为正法的宗旨是利益众生 度生成圣 不准邪恶骗人 这就不符合邪师骗子 传假佛法 骗财骗色的目的了 由于正法 挡了骗子们的 财色之路 他们当然地 视之为对立 所以 必然为了走 自己的诈骗之路 唯一只有选择叛变 第七道纲要 进行灌顶 与进行加持 从现象上看 如开顶 如限量大圆满的出镜 都类似 其实 完全是不同的性质 灌顶 是佛菩萨亲自接收弟子 而加持 是佛菩萨只做加持 并没有接收弟子 另外 有人把自己接受 俱圣德加持的显像 在弟子面前 冒充是瘦的灌顶 甚至 更缺德去欺骗弟子 含混说成是 他的道行法力 这类人非常之多 都是凡夫家骗子 具体 请咨询 总部辩知 第八道 刚要 有为师之人 把自己接受大圣师的灌顶或加持 偷梁换柱来冒称 他能为弟子灌内蜜顶 注意 凡是受过内蜜灌顶 必须要有一条 诺梁金刚绳 没有这个信物 可能只是内蜜加持 或者根本就是骗人的 谁是什么资格 请咨询总部 假不了 有案记载 第九道 刚要 何谓上金刚三楚 三楚即是历楚 六十岁左右 一百七十斤左右的人 单手上两百磅重历楚 天楚 一百一十磅重 法楚 斩内力 天力楚 是体力和身体健康的验证 体重在一百七十斤 五十岁左右 上贡地楚 二百一十磅 四十岁左右 上贡二百二十磅 三十岁左右 上贡二百三十磅 二十岁左右 上贡二百四十磅 如果体重超过一百七十斤 每超一斤体重 加重重量一斤 为何上金刚三楚 和宋菩萨一表 是内密坛场 必须的严格法规 请看原文 第十道刚要 内密坛场 在建唐师 原籍三年三个月 就会成为普通坛场 不再有任何内密作用了 但符合法规的正法佛堂 不受时间限制 第十一道刚要 示范上金刚三楚的是一位大活佛 我们无权告知其法号 他是美极活佛 南摩第三世多结枪佛 是否收过泰国那个人 做弟子 请见原文答复 第十二道刚要 能做戒惯内密的上师 必须具三大条件 缺一不可 三段金扣胜德 做不了 本尊法缘灌顶 只能做真正内密灌顶 可是 必须要再上了金刚三楚 完成菩萨意表的真正内密坛场 才做内密灌顶 否则 弟子修法不会有受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